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再度为自己喊冤 美国前总统川普 周四为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案 诸痛投案 还首度拍下犯罪嫌疑人档案 口卡罩 成美国总统史上第一人 川普一抵达乔治亚州福尔顿监狱 就被逮捕收押 但仅花短短22分钟 完成程序后就被释放 以20万美金换算台币640万交保离开 大专绩返回纽泽西州 夸张的是 川普的口卡罩与曝光 全场支持着欢声雷动 可以看到川普怒瞪镜头 眉头深锁 一如美国媒体预料 照片肯定被川普阵营和政敌 广为流传 推特上更是大批铁粉形容 川普口卡罩 堪比名画蒙娜丽莎 这是川普今年内遭刑事起诉的第四创案件 也是第四度自首 检方希望2024年1月开始庭审 但川普律师要求延到2026年4月 审判日期尚无定案 不过就算屡遭起诉 也无损他的支持率 目前仍夭夭领先 共和党其他对手 再先炒作话题 三连新闻 陈佩人报道 layout 立即 篪